要买房子的话 接下来会不会更艰难 央行无预警的第五度出手打房了 而且这次出手非常重 在央行下收经济成长率不保二的同时 央行昨天对打房是无预警的出手了 这让业界人士几乎都吓了一大跳 因为接下来对于买房做了更多的一个限制 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以现在规定来说好了 如果您的名下有第一间房子的话 要买第二间 贷款是可以贷到八成左右的 但是最新的限制就变成说 如果你的名下有第一间房子 如果你还要买第二间的话 你的贷款乘数会怎么样呢 你的贷款乘数现在只能贷到七成 而且是没有宽限期的 至于说如果你要有第三户的房子的话 只能贷款贷到多少 贷到四成左右 那么也是没有宽限期的 这个部分是维持不变 那么受到规范的一个特定地区 包括了六都跟新竹县市 而且是从今天就开始实施 这个是从2020年12月份以来 怎么央行第五度出手 进行的是房市管制 那这次出手很重让业界哗然 有银行的业者就说了 这对换物族来讲伤得非常重 因为常常有人想要买房子的时候 以小换大嘛 买新房的时候 你可能还在卖旧房子啊 同时在处理新旧房子两边的问题 那以后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你在买新房子 你还在处理旧房子的话 这样就代表说 你手上有第一间房子 你还在买第二间了 这样子就会受到七成贷款的一个限制 以后贷款条件就会比较差了 所以银行人士就说了 难道政府是要逼大家 以后换房子 赶快先把房子卖掉了 搬到路边才能买新房吗 那么房产的专家也认为说 这次打房消费者会无预警的 直接面临贷款不足的问题 贷款不足的话就必须毁约哦 接下来可能要产生的问题 衍生出来的争议非常的多 会有一些包括履约的争议 跟一些纠纷等等 而另外房仲业者也说呢 最近房子特别难卖 以北台湾来讲呢 现在新案子已经创下了 这一年多以来的最大量了 像是今年的四月代售案 将以将近一千两百个房子 非常的难卖 再加上政府呢 又出众手打房 以后房子可能卖的会更困难了 我们就来看看 政府这五度打房的细节 面临国内房价居高不下 央行提高房市管制强度 总裁杨金龙记者会上公告 16号开始 双北桃园新竹县市 以及台中台南高雄 一共八个地区 自然人第二户的购物贷款 从原本的无宽限期限规定 增加最高层数上限七成 这一次呢 我们推出这个 而且我们也认为 就是说这个七成 应该跟这个77.1%来比较的话呢 还算是温和的 虽然央行宣布利率不动 终结五年升 但为了强化管理银行的信用资源 央行修正购物贷款规定 不过从销售数据来看 今年第一季跟去年相比 跌了五六成 新措施让本就低迷的市场买气 雪上加霜 最直接影响了会是换物足 以及它如果是购置多户的预售屋 整个贷款的条件临时改变 而变成产生一些违约的风险 央行已经四度打房 这回再出手影响短期转移的 现金金流 但针对长期投资 房地产的投资客 恐怕没有太大作用 如果说有一些民众他们是有婚姻的关系 那他们可能可以把第二户放在配偶的名下 或者是说他们可能跟银行去讨论一下 第一户是不是有一些资金上面可以调整的这个空间 让这个资金的压力不会这么大 央行表示虽然银件业走下坡 但评估在特定的八个县市 对整体的经济影响有限 才会出手确保金融业的风险管控 才能希望各位身上来台北采访